這個是我們這個第六架型飛機 遠東航空今年5月還秀出新機 當時就是董事長張崗維露面主持 銀行局大局也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取消一些航班 維護這個飛安品質 所以我們也配合 遠航當時曾吳玉錦停飛三個國際航線 還被爆料是因為財務狀況惡化 如今不堪虧損 12號吳玉錦停飛 現在北檢也要調查 張崗維才親自出面解釋停飛輿營 而晚間七點北檢也火速約談他 全因為早在去年 遠航就有相關案件遭到告發 台北地檢署去年107年就曾分案調查 因為遠東航空遭到告發內部財政問題 但當時犯罪事實和被告身分都不夠具體 先列他字案 這一次除了保全證據 還有釐清內部資金 另外也要將這一屆併案調查 檢調單位正在進行這件事情 我想後續大家會知道不方便講的太明 其實我這上面已經寫得很清楚 我敢這樣子就是有所本嗎 任神隱時曾發出聲明 點名遭到四個人詐騙 另外包括吳玉錦停飛是否違反民航法 北檢也要追查 北檢晚間以嫌疑人身分傳喚張崗維 另外還以證人身分傳喚遠航副董事長鄭晴文 張崗維可能面臨強制處分 遭到限制出境 避免他再度身影 也要將遠東航空的財務黑洞查個明白 記者謝耀正 王允竹 台北採訪報導